带来的批评 那么三点呢 睡意争吻 音若自助 用会计 跟翻译经不一样 翻译经 自己想用什么字 可以争住 会计不可以 会计一定要用原本的字 可以删 不能够增加 决定不可以 龙叔增加了这个字 这是大家不原谅他地方 所以往事 能以自助之吻 音苏愿意之意 这等于注解了 顾廉池大师则悦 责备他的超前诸后 诸师诸咒 他自己诸咒了 未须已发 给这其超音经文余情 佛佑呢 自助文句在后 这该是会计 会计必须依据云经 万万不可于云以外 山正文句 你不能改动他的文字 你不能以自己的意思去加个字进去 这个不可以的 顾则往事 未顺一发 由上可见 往事之事 非是不应会计 而在于 会本之多此也 意思是这个会本呢 不完善 人家挑剔这么多毛病出来 不是不应该会计 不应该会计划